里长带着上万现金买彩券 因为他背负着上百位里民的希望 上一期集资43万 虽然没有一举对中投奖 但这回卷土重来再开一团 短短两天已经集资53万 而人数还在网上标 集资了630人左右 那大概有53万了 那如果以这样的进度到晚上的话 很可能七八百人 甚至更多都有可能 乡仲投奖想破头 难投这间石龙宫 还有民众专程来这儿看香灰 拿着放大镜弯着腰 期待看出灵感 与其想破头不如看看科学 根据依照过往开出的号码 第二区的二号 曾经开过196次几率最高 另外财政行说 七号和四号机会也很高 乡仲讲除了几率问题 和面相也有关 像是脸上长痣会带财 鼻子太阳穴眉毛下和法令纹部位 都能带财 但民俗专家也有另一套解读 专家说农历七月建议傍晚过后 买彩卷最能带来好运 上看二十七亿的威力彩 人人期待从南到北掀起旋风 解中部综合报道 台中文长的一座 全球收笔 专家的现场 最孔的对抗议 英武人的战彦